囚犯为了越狱,用汤匙挖地道,把挖出来的土给玉油吃,玉油进越吃越香 今天喵喵给大家带来电影《白头神探》 神探弗兰克和珍妮是一对恩爱夫妻 结婚后,弗兰克选择退休,准备做家庭主夫 但是每次进超市,也将会弄得鸡飞狗跳 而珍妮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做了律师 渐渐的珍妮想了个孩子,两人便到医院做检查 医师还没发言,两人就开始撒狗粮了 第二天,珍妮去上班,弗兰克在家进行准备烛关晚餐 这时,两个老同事来家里,说是有个恐怖分子 联合了炸弹专家杰克,正要组织一场炸弹袭击 目前,政府还没掌握具体的袭击位置 需要弗兰克出山做卧底,找出杰克的计划 卧底目标是杰克的性感女友 若是杰克女友在医院工作,就假装胳膊受伤,来到了医院 到了才发现,杰克女友的工作轴子特殊,跟胳膊受伤毫无关系 为了完成任务,弗兰克只能勇敢地进入病房 起向检查之后,弗兰克也是被折腾得够呛 终于摆脱掉了几位女士 弗兰克找到了杰克女友的档案,赶紧拿手帕记下来 回到家后,发现珍妮已经等了好久了 还为了孩子买了定制服装 但到先看弗兰克衣服才发现,她背上已经伤痕累累 珍妮认为她一定又回去当警察了,就闹着要离家出走 说她不信手诺言 弗兰克拼命解释,但珍妮还是坚持离开 并带走了她的蓝色手帕,弗兰克感觉这样调查下去效率不高 就直接进了监狱和杰克正面对决 进监狱不久就被御霸看上了 幸好弗兰克提前作有准备,给自己穿了条铁内裤 弗兰克继续发挥特长 不久后就将监狱闹得乌烟瘴气 也成功取得杰克的关注 弗兰克对杰克说自己可以带她逃出监狱 杰克也非常相信她的实力 于是两人就开始用饭勺挖滴倒 然后把挖出来的土放库腿倒掉 多余的就放进食堂的餐食里 并告诉广带运友,这一份可补各种维生素 铺脑运友也都亲了她的鬼话 终于两人逃出了监狱,来到了杰克的家 看到了腿长2米8的杰克女友 弗兰克心动了 站着杰克还没回来就想做坏事 但此时珍妮已经沿着手画上的地址 还有5秒到达战场 妹们就看到了不可描述的画面 此时杰克的人也带着长枪出来了 弗兰克临近一动说 绑架了珍妮能赎钱 于是两人都留了下来 第二天杰克开始带大家测试炸弹的威力 炸弹爆炸后 方圆十日里寸草不生 还能给人吹出发型 弗兰克也摸切了他们的计划 原来是想要把炸弹放在信封里 然后召回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 由于时间紧迫 已经来不及再调配人手过来 弗兰克只能先带着珍妮来解决炸弹了 两人成功换入灰尝后发现 信封太多了 完全不知道哪个是炸弹 两人凭借第六感认为 很可能是主持人手里的那个 于是弗兰克就跑到了台上 但是不小心让主持人吃了话筒 场面异常混乱 此时杰克带着女友和妈妈也来到了会场 并且看到了同方向警察的手灯 这道计划暴露了 台上的弗兰克为了稳定会场 跟着几个人表演起群魔漫舞 舞蹈结束发现珍妮已经被杰克绑架 弗兰克拿起手枪救珍妮 不来打住了吊灯 而吊灯砸伤了杰克的妈妈 杰克疯了 带着珍妮就飘走了 就把炸弹交给了拆弹专家 然后自己赶紧飞上去救珍妮 战志中杰克拉的绳索掉了下来 刚好抓到了兴风里的炸弹 杰克被弹上天的头时 炸弹刚好爆炸 一切归于平静后 兰克和珍妮也迎来了儿子的降生 带着儿子怎么跟自己肤色不同啊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一部全程高能的喜剧电影 强烈推荐大家观看哦 好了